做四年的市長,他要出國幾遍 要花多少錢 台北市的發布是花百幾億 所以兩相對照 人民感受更是不一樣 宋楚瑜宣布參選以後 蔡英文的民調按照遠見 雜誌的最新民調是 蔡英文已經贏過馬英九 民進黨自己的民調 也已經贏過馬英九 所以是不是說如果宋楚瑜選真的 那麼政權要變天了 馬英九會被趕下台 台灣將出現第一位女總統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趕快來介紹來賓 劉瑋是《前時報》週刊的總編輯吳國動 郭東兄,你好 好,台灣 我們特別跟大家邀請到是 剛回國跟蔡英文主席 從頭這個在他旁邊 這個協助的民進黨政策會的執行長 陳其邁,陳委員 陳委員,你好 好,所以等一下來請教一下 陳委員 就是說,那麼對頭到尾 一關插到什麼 有什麼事情是台灣 沒有了解 另外我們邀請的是來自屏東的立委 潘孟安 潘委員,潘委員,你好 鳳議好,大家平安 好,另外是東風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徐永明、徐老師 徐老師,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以及政治記者中年華年華,你好 鳳議,各位委員請,大家好 好,另外是台北大學工行系的副教授 何漢君,何老師,華老師,你好 鳳議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助理研究員 何博文,博文,你好 大家安安,大家好 好,那麼首先我們要來看的是這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的背景,我先跟大家報告 它是這樣 這是今天的蘋果日報 說在新北市有兩位失業多年的兄弟 因為沒有半毛錢了 二十天以來,幾乎只靠喝水、果腹 那哥哥有胃潰瘍,吃東西就吐 疑因此而活活餓死 前天下午被弟弟發現沉濕家中 那檢警相驗發現死者的身高165 體重只剩40公斤 那哥哥叫做孫錫龜是不是 還是咬 好,沒關係 現場也沒有人知道,就大家就算了 原是清潔工 三年前失業,弟弟叫孫才發 是機械工五年前失業 住在五谷 平常靠一點點積蓄過日子 有時兩天只吃一餐 而且常常是一碗泡麵加水就打發了 那三天前,弟弟帶著哥哥到廟裡去吃免費的平安麵 哥哥呢,可能是太久沒吃東西 吃完就吐 後來呢,喝水也吐 前天下午,弟弟發現哥哥躺在客廳的地板上 嘗試叫醒才發現哥哥身體冰冷僵硬沒有呼吸了 那麼,不只是這個哥哥啊 這個體重剩40,弟弟也只剩下50公斤 那麼他們說啊,從上月底到現在 兄弟倆幾乎僅靠喝水過日子 哥哥因為胃潰瘍吃東西就吐 因此活活餓死 死者還有一個妹妹是住在住處的樓下 但是呢,因為面子問題 認為妹妹生活也不好 所以始終沒有求助 那所以呢,三弟今天呢 就去採訪這條新聞 那麼我們來看看 弟弟他怎麼說來看貝西亞 兄弟沒錢吃飯活活餓死 家人難過落淚 怪自己沒有早點發現 他睡在這裡了 要咬他 就發現他已經冰冷了 太久沒吃東西 住在不到20坪的房子裡 但冰箱裡一點食物也沒有 雖然家徒四壁 卻是母親生前 留下來的唯一財產 活活餓死的哥哥 原本是一名清潔工 三年前失業 平時兄弟倆沒錢吃飯 就靠著泡麵加水打發一餐 哥哥165公分 卻瘦到只剩下40公斤 比我瘦了 多瘦 四次錢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好意思 社會局出面幫忙提供喪葬費 以及後續的急難救助 其實死者妹妹就住在住家樓下 但礙於面子問題始終沒有拜託 妹妹幫忙 現在窮到餓死 家人難過自責 我想先請教郭隆雄 你是臺北市人嗎 對 那要過不通過這件事 台灣說什麼 這不是固案 全台灣很多這種情形 剛才說的死者已經五十八戒了 我們不知道他失業多久 稍後也沒有討論 但是他如果要生清 過過四月三年 如果要生清低收入付 不可能 因為他們有家 老父有一間房子 那間房子還沒去墊這麼多錢 所以這不是固案 那間房子如果是260萬 就不可以先清低收入付 我只要讓觀眾說一件事你們就知道 台北市是首善之區 有它的牙齊和商圈 你們如果有可以暗時去走那裡牙齊和商圈 你看得到 上面有窮一些人 那些回收的東西 是穿的在收 那個瓶啦 罐頭什麼都是穿的 穿的在收 多少人是靠這個像什麼 你說看這堆兄弟這樣 整幾天又發生一堆 還沒成年的兄弟那裡 稍微一樣 去帶大廚去偷帶東西 我大廚很矮 但是沒有錢 腳踏車好像 這好像是好 說是實驗 走去賓國立法 還有一批 這待會兒看 對不起 人間異議 有些新聞啦 人間異議 一個二十八項 已經做到忙碌的設計師 那也表示對這個問題 有重當的一個水準 但是他自己說 他說他已經看武器就行了 他這四人是不可能說 會再出頭 跟戰爭已經 都沒那麼大脫離關係 什麼原因 他說因為特大學 開始做錢 做到現在 通過信用卡 開始營了 到現在已經 爬的政府 三百幾萬了 二十八項說他沒有未來 你說 像這種 這五十八項 適合三年 我懷疑他的憲報也沒來 什麼東西都沒來 不可能會來吧 是 要怎麼去叫做也不知道 許老師是不錯 我們那時候討論低收入戶 那個房地產價值 從民進黨五百多萬 六百多萬 六百多萬 六百五 調成馬英九政府的多少 兩百六 兩百六的時候 其實有空運觀眾講說 你就把房子賣掉啊 洪議同樣的 兩個兄弟沒有工作 喝水過日子 我們也可以去問說 你為什麼不把房子賣掉呢 對不對 為什麼要這樣 洪議有可能嗎 你看這個案例 如果當時不要設這個規定 他們兩個可以去申請低收入戶 低收入至少一個月幾千塊 幾千塊 需要到喝水過日子嗎 不需要 對不對 你可以買好一點的食物 簡單一點 可是好一點的食物 他們兩個還可以生存下去 這個是可怕 在台北市 新北市 兩個人活活餓死 好不好 一個人活活餓死 另外一個弟弟你看也是非常瘦 這個情況發生 這代表我們的社會安全網有問題 台灣不是沒有錢去幫他們 台灣絕對有錢幫他們 可是你馬政府這個規定 260萬 洪議我相信那個房子在新北市 搞不好就不只260萬 我相信不只 對啊 他們不能拿 那這個錢沒辦法到他們 我們就看到這種人間悲劇 洪議在台北 新北市 台北市這種地區 看到這種事 你會覺得很可怕 為什麼 有錢是非常有錢 什麼法拉利進口 什麼藍寶基尼進口 一下子賣光 有錢這麼有錢 難道有錢不能多支點去救這些人嗎 沒有錢救這些人 我覺得有 可是這個錢沒辦法留到這邊 徐老師你要知道 他把那個 就是那個低收入戶的門檻調高 對 就是民進黨時代房子是650萬 對 馬總統的政府是260萬 其實他那個什麼 那個收入的標準 其實有把它提高 也有調整 對 你知道他這樣的貧窮人口還增加 創下歷史新高是11萬4千人 對喔 以前多少呢 對 他這樣調高之後還11萬4千 我如果說如果賣掉 現在可能不知道多少人 會怕死人 可是按照馬政府的定義 這兩個兄弟 是不在這個貧窮人口裡面的 對 你想想看 調高了貧窮人口還增加 還有人怎樣 因為這樣標準 排除在外面還餓死耶 很多貧窮人口 搞不好還不會餓死喔 這個是餓死的喔 我的意思是說 馬政府要不要檢討一下 怎麼會在新北市發生這種事啊 新北市喔 我就想到說 朱立倫是不是忙著跟美國人爆料 沒有時間去好好照顧他的市民 這個真的 徐老師剛剛講的重點 這是整個社會安全網 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我不知道新北市現在還有多少這種人 照規定看起來很好啊 有家 問題是你在冰箱打開看看 裡面空的 連一罐水都沒有 那冰箱可以補來這裡嗎 沒辦法啊 只有一個人活活餓死 看到這個新聞喔 我以為我是在看到第三世界線 我只能看到這個報章想說 這是哪個國家 叫一罐 台灣 而且還是在新北市 直轄市 專台灣第一大的島市 快要發生這種事情 我不知道這個做地方父母關的人 還是說中央政府的來政部 這些人 行政部你們這些人 你們看到這個新聞 有什麼感想 我的感想是 中華民國政府 對不起這兩個人 甚至對不起很多人 為什麼我這樣說 我們政府有沒有錢 很有錢 郝文明光出國就花八百萬 到現在為止 八百四十萬 請問八百四十萬 給這對兄弟可以吃多久 應該如果只吃飯 吃一四人沒問題 只吃飯 吃一四人應該沒問題 我們的政府很有錢 問題是你的錢 錢 為什麼老是去亂花錢 而且錢為什麼不能下到這個 最需要錢的人 為什麼下不來 這個問題 我記得從馬英九上任第一年 金融風暴那時候 我們就開始討論說 有這種狀況出現了 為什麼經過三年了 這個政府難度沒辦法改觀嗎 你的錢為什麼 不能到這對兄弟手上呢 我覺得這個問 這個政府完全他的施政 完全沒中人民的死命 看得出來 反正你們這些人 也捐不起政治獻金 投票也不見得會出來投票 那我幹嘛管你們 我不如好好照顧我們的軍公教 昨天不是在一個立委 在立法院說 現在勞工老農都有年金 說公教人員沒有年金 很可憐 要給公教人員年金 我不知道這個理會 你是都委美國還是都委給你回來 公教人員就退休金 對 他說沒有年金 沒有年金 他說公保 他借的是公保沒有年金 我覺得這位立委 我實在是很不想講你的名字 你是剛從火星回來 說什麼名字我去看 是有一個國民黨的立委 你竟然不知道說台灣 陳傑 陳傑 台灣對軍公教的照顧 是全世界最好的 你今年說公教人員沒有年金 對他們不公平 現在是什麼勞工什麼 他不是勞工工會 工會總工會 總工會理事長這樣去替公布新聞 他可能他的意思 我想說他的意思是說公保 因為一些國營事業的生物 用公保 但是他有退休金 他是沒有年金 但這個部分 這是一個整個制度面的東西 我想我要看 陳傑剛才那個 風景在關心的事情 看了新聞 真的很難看 那個我們 全世界人口比較前進的國家 民主國家 絕對有一些貧窮戶 絕對有 絕對有 但是之前這三年貧窮戶 剛剛 風雨說 從11萬已經高升到14萬4千塊 11萬4千塊這三年一直直線飆升 七月七月過絕對超過13萬塊 這是內政部自己的統計 因為七月一號開始 社會救助法就已經修改了 那為什麼會修改的社會救助法 這就是民進黨在今年最重要 要做的工作 所以民進黨就看到 我們在收這個十年政官的時候 將來整個社會福利 社會安全網的建構 所以民進黨就開始要邀請黨團 在我們在党會期就開始有 社會救助法的修法 列為優先法案 所以社會救助法 在9年它在修過之後 今年七月就開始調整 因為政黨順帶之後 把社會救助的門櫃 優管 比那有一些中間收入 無法斷領到這個補助金 大家叫管市政府 比那管市政府嚴格 但是不對就是說 現在七月請我們預估 這樣的一個頻率差距拉大之後 未來整個社會救助法 的建構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的十年政官 就偏向這個 先修法 社會救助法修的進行 我要說 談到這兩個前世 貴翁 他四月三年 第一個他領不到四月給付 他四月給付一次也只有半年 然後他的門檻那麼高 整個通報系統在哪裡 所以這就是說 今天這個頻率差距拉大 散的人越來越多 新的貧窮也越來越多 那我們看到這些數據 你說國民所得破兩萬美金 這就是差 不要說這事 我說這個政府是詐騙集團 一開始講了一大片的一個謊言 像一個詐騙集團一樣 事實上是整個財務集中在少部分的人 剛才跟我說的 很多開林寶堅尼 開什麼法拉利 但是你怎麼知道是多少街頭巷尾 類似這樣的事情多少 是 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可以討論 其實今天不只發生這個 這個 讓人家心疼的案子 待會兒還有幾個警 隨時有一位朋友 他花了一些時間 在新莊富都心 他拍了一個 我們把它剪成四分多鐘的片子 給大家看 就是說在新莊的地方 富都心是很老的地方 為什麼有這些情形 到底底層的民眾 是過什麼樣的生活 台灣怎麼會變這樣 馬總統你的兩萬美金 你的六三三 到底在哪裡 等一下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